大学读到不喜欢的科系该怎么办呢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师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这几年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担任系主任 常常有说听过有一些其他科系的学生 想要转来我们的系上 或是有一些也许我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 毕业了以后不见得走本行 到底青年人该怎么看待自己不喜欢自己科系的这种现象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自处 很开心今天我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法律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畅销的一位作家 月琴来到我们的现场 嗨月琴你好 主持人你好 很开心今天能够访问到你 那我们今天制作单位有一个小游戏跟你玩 快问快答 如果你答对一体的话 那你可以有三秒钟的机会 宣传我们的这一本你的新书 非常好的一本书 计时开始 你的出生年月 80年6月12 IG有多少粉丝 77万 请简单说明什么是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以牛刀杀鸡 你不需要符合一个适当的范围来做 来达成你的目标 什么叫非不得为不已之为无效 这句话法律上 不是直接以这件事情为无效 你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可能的条件 那自罚张匹不宜亦同 不宜亦同 就是处罚这件事情 不就是这两件事情不能完全像一模一样的处罚 就是你要考虑不同的情况 最喜欢的一部有关法律的电影 最喜欢 你跟我答对五题 所以我们可以有15秒的时间 让月琴介绍在被遗忘的角落 你有我这本书 好 这本书其实就记录了各种关于爱情 亲情友情的各类的故事 那它是很多短篇的一个集合 那其实我写的目标就是把很多的短篇故事 可以透过另外一种呈现的手法 让大家可以很短的 可以了解到另外一个人的故事 怎么是 他是怎么度过的 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的价值 那我就想要说 就今天你借由这个机会 访问一下月琴 你觉得 一个年轻人 一个大学生 他觉得他自己读出了科系 那觉得自己读的科系不喜欢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需要考虑几件事情是 第一是你在你的 现在有什么可以用的资源 比如说你在你学校 比如说像是台大或是成大 比较综合型的学校的时候 你就有比较多的资源是 你可以去比如说服系 比如说去旁听其他课程 那如果你在 是相对之下比较专的学校的话 那像是你可以透过开放式课程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了解到其他科技在学什么 甚至是如果真的你都找不到你想要的 我觉得也无妨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是 那也许你可以直接出去 透过比如说实习 透过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公司有提供一些 也许创业计划 我觉得只要能够出去慢慢开始找 说你自己喜欢什么都不会嫌晚的 是 那就我所知像现在很多的大学之间 几乎还有一些策略结盟的这种形式存在 非常多 大家都可以互相去跨校去选习 其他的弹性比较大 那如果说假设现在是高中刚毕业的学生 你会给他们在选田制约上有什么样的建议 你要知道一个科系 其实不能代表你的价值是什么 科系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重点是在于说你要透过这个空气学到什么 跟这学到东西你要怎么应用 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月琴讲的真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 我很喜欢跟人家讲 你有权利决定你的人生 但是你要懂得不在情绪当中做决定 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想要转系的时候 他是在焦虑当中做出决定 那个决定不见得是好决定 反而他转到另外一科系 要补修一堆学分以外 他的茫然感还是一样的 其实讲到选错科系 我曾经跟我大学老师讲说 我以后大概哪一个路线都会走 就是不会走精神科 结果后来我一毕业 没多久我马上就走了精神科 那我不知道 那个月琴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经验 你现在怎么走 跟你当年的规划是一样吗 在念法律过程当中 后来发现说 写作好像也是一个 就是我很有兴趣做的事情 能够听别人故事帮人家写出来 这其实也是在做一个 类似律式的事情 是一个同样具有价值有意义 并且是我喜欢的事情 在决定这目标达成过程当中 你才会渐渐找到说 原来什么是你真正喜欢的 今天很谢谢月琴 跟我们来参加 我们这个维他命式的这个节目 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到很多 觉得对自己所念的科系 不太喜欢的一些年轻朋友 能够厘清一些 自己的一些思考 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下一步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 感谢您的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